一電視前政經現實P的主持人彭文正跟李金玉 因為慈濟事件請辭主持人之後 今天接受了廣播媒體的專訪 而之前臉書的貼文就引發了各界關注 彭文正在節目當中說 希望能夠喚起更多人來關心媒體人的工作權以及發聲權 等一下 老闆是誰 老闆 我們老闆是誰 有沒有投資中國 我們老闆是誰 怕不怕死 上電台節目專訪 前一電視政經現實P主持人彭文正 一開始就先犀利訪問 在臉書上貼出的問題 抄底讓周玉寇招架不住 彭文正也再次強調 他對台灣媒體老闆的觀察 我說台灣的媒體的老闆 其實消音是正常的嘛 對不對 有三種消音法嘛 一個就是中國消音派嘛 那一個就是這個鈔票消音派嘛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黨徽消音派嘛 彭文正在臉書上詳細說明 因為慈濟事件請辭節目主持的經過 一天多的時間就獲得網友超過兩萬六千多個贊 對此 相隔三年第二度來台的中國流亡作家廖義武 也發表了這段時間對台灣媒體與社會的觀察 他們就是為了利益什麼都不顧 就是說幸好是今年的話 是台灣的整個社會氛圍 因為去年的318那個運動 然後整個氛圍還是變了 彭文正在專訪中說他承認伊甸市董事長鏈台生 作為一個老闆是個優等生 不管慈濟施壓一事是擦槍走火還是巧合 彭文正說如果優等生都被體罰 也要讓其他翹客的忠措聲有所警惕 也因為這樣讓我們喚起一個對公共議題的後面有人接棒 對慈濟的問題有更多人接棒 就是一粒麥子死了掉在地上就長成了一亩的麥田 另外就是有更多人開始關心台灣的媒體人的工作權 包括了發聲權 至於夫妻倆的下一步 前政經限制批另一位主持人李晶玉說 堅持原則相信會有欣賞他們的人 新唐人搖的電視 吳宗漢 姚漢宇 台灣特別報導